這次就是裝神的能力的 可以叫我們去到網站 我們是說在這裡講的 那我們做的一個mine能跟機器的 那如果你在Line上面看到 有連續訊息可以查 按、分享、傳給偷袋 真的假的 那這樣的話他會告訴我們說 就是其他的查核協助者 這個訊息也算是很重要的查核而言 那最近的話呢 就是有收到的領域 像這一天 那是在取得那個照照商 然後使用新檔的特殊輸入盤 那我們也沒有想到 有一天可以把新檔 文章然後接著撰寫 查核而言 存在地上的東西 然後呢 這天呢 就是針對 胡錫瑩的國籍 以及針對 槍位級的國籍的訊息 對 那像這些訊息呢 其實就是由 每天大概有些先位的 國籍使用程 然後把 最多的訊息送給資料付 然後另外一天呢 在公開訊息 比如網站上面呢 也有到其他人會出動 那這些新維吟會讓 這兩天機器人可以自動的回覆查核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如果我們日要一次公開 比如說CBIS-A 遠方巨型查證 或是去那個地方的達人 那些第三上的機器 把它們加起來的話 我們大概會有200萬的收容 就是這些 去這些查核的資料 是可以促進大約10個層的臺灣 那可以看到說 哦 OK 那可以聽到說 就是我們的訊息的數量 不是有一些落差的嗎 所以我們只是會在這邊跟球鞋 或者 希望可以幫忙協助平價性的規例 可以幫忙按耗用後期 用或者是能鑽形新的產品 那大家一起來一起查 這個面型如何鑽形 有最不利的能力呢 才可以讓社會 對他訊息的時候 最理得的起來 而且可以幫新黨運搖超過的 那另外呢 就是我們在其實最近 選舉要到達 那我們可以預見說 其實未來 其實在開票之後 會有非常多針對選務 它不是針對特定的候選人員 而是對政黨 而是對選務 這樣子的一個要命 所以我們這邊其實也 打算三差期一個 就是新的三差期 叫做臺灣選運 然後也畢竟 也就是 我們可以一起把這一些 過去成績 轉傳過的這種合作 叫做一些奇妙的一些訊息 把它放到這個後面一點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 變成成為未來的 就是接下來 想說什麼 可以直接看這一段 然後來把過去的回合 把它拿回來用 或者是可以讓一般的 大家也知道什麼 要有什麼樣的訊息 未來的產生 再來就是科技的部分 然後我們就是把這些 這些我們希望工程師 可以一起放到什麼東西 放在Codefax 的機閣 和Zooper 搜尋一下 但如果你會 用這些 或者約在搜尋 看看 然後一起用 一個下午 它都會更好用 它包含 水路人的 平線 的 距離 功能 或者是 Whisper 的 還有 Signation的解決 或者是 AI 的一些 Train Data的成立 那有興趣 我們可以到 Codefax 的 Codefax 的 Chat 從一起來 雷霸 在那裡 是 的 Codefax 好